教育部副部长张胜文今天出席 芙蓉科学嘉年华活动时指出 每个执政党都希望多元种族参政 如果华人没有代表路阁 就没有华人代表华社发声 因此华裔选民对国政的支持率 间接影响华裔部长的职务 我觉得这些觉得是威胁的人 是每一次都是去错误来诠释 事实证明我们不在内阁里面的 一年半两年 很多有关系到我们华裔的这些事情 都没有办法处理 尤其是教育的课题 教育部副部长张胜文表示 当说出真话却认为是威胁的这些人 是不愿接受也害怕接受事实 他强调政治现实就是如此 更断言国政在来届大选是胜算在握 因为政治的现实告诉我们 东马的人民 不要忘记这个不只是西马的选举 是全国的选举 东马的人民还稳稳地支持国政 东马加起来就有30多个国会议席 武统本身就有80多个国会议席 单单是这个结合起来 国政就自政了 当被问及武统敦拉萨政区部主席 李察曼涉毒被捕 却剑职马化陷害 张胜文认为这是无稽之谈 因为国内有那么多妈妈当 为何偏偏要到叶总会喝茶 更希望李察曼检讨自己的生活方式 不要怪罪他人 八度空间张一慧 曾美兰福荣报导 麻烦一下